市場主機網 大家好 今天阿遜手機網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等待蠻久了 就是小米2代 主要先介紹一下包裝盒 那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這裡是IME按碼 所以我們去擋住 我們是以 32G版的做介紹 其實它有分為16G跟 2G版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大概各道論壇都有介紹 那本身因為阿遜也是米粉 從一代米E1 ES電信版都有去做介紹 青春版ES青春版 那其實都是 不錯用的手機 那阿遜拿到的 其實穩定性都是蠻高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做個開箱 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看一下 承重100多公斤的紙盒 那拿在手上的質感是 真的是覺得不錯 那做的也是蠻密合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本身是小米E1的手機 它本身的包裝 先把它拿起來 那 目前為止 好像出的後蓋都是白色的 那官網上的後蓋一直都沒有出 雖然在前幾天有出了幾款 藍色的 但是都 絕火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它後面 它的設計是 所謂的三包保修卡 那一般 我們都是不會去做 我們自己再去看的動作 我們自己再去看的動作 那原廠送的一樣 跟每一款每一袋一樣 送的都是橘色的 橘色的電池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生產日期是 10月20是生產的 那它電池一樣 標示著 1930到 2000毫安倍 它的薄厚度就是那麼薄 那順帶一提的是 如果你從官網買來的話 它會多一個 多一個保護殼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是以藍色的 那其實有很多種顏色 可以讓大家去挑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薄厚度 那還有 再拿一下它的 充電 充電的部分 其實它的厚度也是滿薄的 那 前面就是插USB或是插充電頭 都是可以 那一樣它主要是 電子的接觸點是在下方 扣進去就可以直接做充電 那整個攜帶跟質感上面 其實都是 做的都是還蠻好的 那接下來就是它的傳輸線跟 充電頭單孔的 不像 工程機送的都是雙孔的 那 量產機本身的部分就是屬於 單孔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剩下 看一下剩下的盒子就是這樣 那本身就是很簡潔 那 盒子的質感是 做的還不錯 好 那我們電子的部分先放回去 主要還是 介紹一下米爾本身 就是 那小米手機從 從剛剛開始發行到現在 幾乎每一版 阿信都有入手過 那其實 不管在質量或價格上 是覺得是 都還 都是可以的 但是搞不懂米爾 為什麼這次的量那麼少 反正現在的規格都一直越粗 越粗都越快了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米爾 一樣搭載的4.3吋 使用IPS屏 Sharp的IPS屏 那我們看一下 上方是沒有米字鍵 就是屬於是量產機的部分 那螢幕保護貼上面有寫 音量 左邊是 音量鍵 那我們一樣看一下 薄厚度 音量鍵 上下鍵 開機鍵 下方是 OTG孔 還有 傳輸線麥克風孔 吊飾孔 好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邊 是很簡潔的 上方是36Meg 後方下方是小米的LOGO 閃光燈 照相鏡頭 還有喇叭 那在喇叭的部分 我們之後再去做評比 各位阿遜覺得是 目前跟 有聽過HDTCJ以後 覺得小米的喇叭真的好很多 那在後蓋的部分呢 我們大概 剛開始拿到的時候 其實它後蓋是很難開 那建議網友就是多開 開盒幾次了以後 它這邊的磨盒會比較好 那一般會覺得很難開 那其實開久了以後 我是建議網友是 倒著拿 然後 在中間稍微 出個力 稍微出個力 往後搬 其實 是 沒有那麼難拿的 那其實都已經做開了 那我們可以看它後蓋 其實是塑膠材質 那其實大家要等待的是 就是它的 多顏色的後蓋 只是搞不懂為什麼 一樣還是還沒出 那我們電池拿起來 那跟工程機不一樣的是 其實它這裡有設計搞好吵 那其實這樣子再拿就很好拿 那一樣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單SIM卡的部分 那其實也是後面都是還蠻簡潔 整體的保護度是算蠻薄 那整體的重量 米2 感覺起來整個重量加電池的 重量還比米1 或ES來得輕 那電池要放下去也是一樣 由上往下 由上往下 去做 回蓋的動作 那以上就是阿遜手機 我們為大家介紹 小米2 32G 它主要的 整個開箱的部分 那之後的整體說明 我們在 後面再詳細為大家做些介紹